上周市场聚焦叙利亚的局势 环球市场表现剧烈的波动 叙利亚军政府怀疑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后 美英两国计划攻击叙利亚 但事与愿违正当美英准备行动的同时 两国面对来自国会不同的意见 英国首相卡梅伦无法说服工党议员的支持 更有多达30名保守党议员反对 结果英国攻击这个计划在国会不被通过 美国方面总统欧巴马正在寻求国会支持攻击叙利亚计划 但表示只会做出有限的军事行动 市场避险的情绪反复 避险资产如黄金、日元和瑞士法兰波动 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 政策措施正在对经济产生影响 有信心实现今年7.5%的增长目标 同时官方和汇工的中国制造业PMI分别上升至51以及50.1 优于预期 澳元受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好的表现 对美元于0.8990见底反弹 加上澳洲央行政策会议声明中没有提出检析的需求 澳元最高反弹是0.973美元的位置 投资人将继续注视中东的局势 若美国决定攻击叙利亚 下一步将帮助相关国家伊朗的态度 本周将有美国飞龙就业数据公布 市场预期 深增的职位增长为18万份 失业率维持于7.4% 数据结果对联准会在9月18日会议有关键影响 另外本周六澳洲将举行国会大选 现时自由国家联盟领先执政的工党大概有6%左右 估计在野党胜出的机会颇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